法国人有很多的探险家 他们从圣劳伦斯河逆河而上逆流而上 然后逐渐占领了所谓的魁北克地区 以及五大湖区域 在那里建立了巨大的新法兰西帝国 当时和英国处于极端的敌对的状态 都是说法语的人 或者是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后代 他们被称为MITI 那个时候的五大湖区域 根本就没有英国人 没有说英语的人 英国人只能沿着大西洋沿岸 在北美洲建立了13个殖民地 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和法国进行最正面的对抗 所以你想象一下在北美大陆 那个时候的人口组成 还是以印第安人为大多数 法国人其次 然后仅仅是沿着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 有一些英国人在那里 问题在于七年战争的时候 法国人战败了 英国人控制了海洋 所以最终被英国人夺取了魁北克 Hello 即使是当英国人取得了七年战争的胜利 那个时候的五大湖流域 以及整个加拿大流域 没有几个说英语的人 但是你们战败了 所以英国人才开始 逐渐地向五大湖流域渗透 英国人即使是在那个时候 他依然是少数 更不要说我们这什么 什么布列甸哥伦比亚省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省 那个时候还是根本连欧洲人都没有 这些区域根本就没有英国人的身影 还都是法国人以及他们的后代 在那里去猎取皮毛 做皮毛的生意 真正的导致 加拿大的人口比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导致英国的 英国的后裔的比例 逐渐增加的是因为 美国的独立 美国的叛乱 那时在南方 在美国那个区域的 所有的忠诚于 英帝国的臣民们 那些英格鲁萨克迅人 由于南方的叛乱 他们就向北迁移 逐渐来到了现在的加拿大这个地方 慢慢的在五大湖流域 占据了优势 但是即使到现在 他们在魁北克 也还没有占据人口的优势 魁北克还是法语区 所以 从七年战争到现在 英国人 以及英国的文化 成了世界的主流 而法国人 退居了 区域性的文化 我们到达了这里 我们会沿着转一圈 所以当时 研究这段 北美洲的历史时 确实是不胜的感慨 英国人控制了海洋 后来他也就能在大陆上 取得主导权 这是关于英国和法国 在北美洲大陆的争霸 那个时候西班牙的势力 并没有渗透到这么远的地方 它还在中南美洲那里扩张 Hello